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二个专题 清廷的对外态度及外交的第四讲 那么这一讲的题目叫做19世纪40年代 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我们都知道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那么人们在谈到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时候 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蒋介石 在中国人民抗人战争期间 那种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这种政策 那么这个鸦片战争以后最初几年 那么由清朝统治阶级所提出来的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那么也被我们国家的一些史学工作者 认定为是什么呢 是清政府外交决策者推行投降外交的理论支柱 是清政府基于敌视人民的反动立场 对外患和内忧进行权衡后 把镇压人民反抗摆在优先地位 那么也就是说呢 那么这种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那么一直被我国的史学工作者 把它定性为是一种反动的政策 那么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那么也包括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 以后的最初几年 那么由一部分清朝统治者提出来的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那么应该呢做具体分析 或者说呢应该是另当别论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那么我准备分三个问题来讲 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首先要讲一下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与初始内容 那么应该讲 清朝统治者的这种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1840年8月 那么英国呢 那么首先对华发动了这个侵略战争 就是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那么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初 那么清朝统治者呢 就没有把这英国人呢 放在心上 那么就认为啊 只要天朝 出动巴西禁旅 那么很快的可以打败英国人 那么因此这清政府呢 就前后派遣了靖义将军一山 杨威将军一京 那么率领了清军呢 就是两次去征讨英国人 出兵啊 就是去抵抗这个英军的这种侵略 那么但是经过了两年的战争 那么这清军呢 在军事上不断遭到失败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迫使一部分清朝统治者 他们要认真的思考啊 去探讨 中国在鸦片战争当中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啊 并且要寻求一个质疑之策 就是怎么样去抵制外国群列 啊 抵抗外国群列 那么有一部分清朝统治者 清朝统治者认为啊 中国之所以在战争当中遭到失败啊 是败于中国的武器落后啊 自己的武器不如人啊 那么因此呢 一部分统治者就提出来 中国是吧 应该要整军精武 休明五倍啊 增强国力 是吧 那么这样呢 在鸦片战争之后 一部分清朝统治者啊 那么就在中国掀起了一个 以整军精武是吧 制炮造船射险为中心内容的啊 这么一个整军精武风潮 那么但是也有人认为 中国在鸦片战争当中遭到失败啊 是败于中国国内的正式不休啊 励志败坏 官民关系紧张啊 接近矛盾尖锐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他们就开始去思考 安内与攘外之间的关系 开始啊 思考安内与攘外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19世纪40年代初 那么清朝统治者所提出来的 这个安内的一个主要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惩处防围汉奸 就是怎么样去防止汉奸 对于中国的啊 这种影响和破坏 就是惩处啊 防备汉奸 那么在鸦片战争期间啊 像静逆将军一山 那么他曾经呢 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 那么在这个奏折当中 他讲啊 他说在这个广东这个地方啊 说就广东这个地方 情况而论啊 是广不在于这个外部敌人而在于内啊 广不在外而在内 那么因此他这提出来防民甚于防寇啊 提出了这么一种主张 那么在这一山之后啊 被派往浙江的啊 这个一经 那么也提出过一些类似的主张 那么我们搞史学的有很多人 就根据一山和一经所讲的这些话啊 那么就认定啊 认定什么呢 一山这些人 清朝统治者 是吧 在英国侵略中国 中外矛盾尖锐的时候 是吧 那么坚持了一种对外不抵抗啊 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 那么对于他们的主张呢 是提出了一种批评 或者否定 那么其实呢 我认为 这种说法 是不正不正确的 那么或者说呢 他没有能够认真的去研读这段史料 那么可以说呢 他有这种断章取义 是吧 或者忘文生意的啊 这么一个意思 他歪曲了 就是当时一山等人上奏折 所讲的这个本意 歪曲了他的本意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呢 这个一山这个奏折当中啊 他是怎么讲的 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这个一山在奏折当中他讲 他说 各商因已以致富 戏民既已以滋生 他讲这的话什么意思呢 就说中国的商人 因为跟外国有这种经济联系 所以说他们致富了 那个这个富强起来了 富裕起来了 那么戏民一般的老百姓 因为跟外国人发生一些联系 他们能够有个生存的一个空间 有个生活的着落 那么说一部分商人 跟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老百姓 跟英国人在经济上有关系的 他们之间有一种那种生存上的一种 一村关系 那么他还讲 在沿海地区的很多人都通晓外语 会说英语 那么因此呢 那么这些人 往往就把清政府 各个关押的一些行动 一些消息 那么就通报给了英国人 那么就我们现在意义上所讲的 就是一种汉奸 就出卖清政府的一些情报 那么这是一部分人 那么他还讲到 那么在水石营当中 包括一般的士兵 那么也包括像千总八总 这样的清军将领 因为他们和这个鸦片贸易 有着一种直接的关系 从鸦片贸易当中获得了利益 那么因此这些人 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于逆移唯恐不胜 于燕镜唯恐不迟 就是他们呢 并不希望清政府严禁鸦片 因为什么呢 严禁鸦片会危害到他们的个人利益 那么因此这一部分清军 是吧 在鸦片战争当中 并不点放炮位 各自逃走 就他们不肯积极的抵抗 是吧 和英军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们逃跑了 那么这样呢 就导致了像副将陈连生 总兵降服 提督关天培等人 是吧 因为没有这个清军呢 那么支持他们啊 他们这个很快就战死了啊 没有人帮助他们啊 无助而辞 那么这是他讲的一个情况 那么另外他还讲啊 说在这个广东省城啊 这个大小衙门当中啊 都有很多汉奸在刺探清政府 地方官府的这种各种消息啊 那么然后把这些消息啊 通报给英国人啊 每只卖银二十元啊 就是每份情报能够卖二十块银元 那么这是一山呢 就是谈到了在广东这个地方的啊 出现的有一些这个汉奸 是吧 为英国人的来按通消息 那么正是由于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啊 一山就提出来啊 说各种机遗不得不密 这些重要的消息啊 不得不不密 就是要保密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一山就提出来 一方面是吧 要严密查拿罕奸 要把他抓起来 那么同时清政府官员也要提高警惕 按照他的话说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官员那些奏稿 一些文件 是吧 那么要都市啊 就是催促他的这些随办的人员啊 就是他的高级秘书 是吧 要随时亲自减速啊 你一定要把它保管好 是吧 防止泄密 那么另外他讲到 那么清军的一些制造武器的一些工厂 场所 是吧 那么对于这些地方一定要选择呢 那种秘密出所啊 易于官房啊 就是这个清军制造武器的这个地方一定要保密 是吧 易于防守啊 不要被这个这个中国的一些汉奸呢 那么得到这些消息啊 通报给这个英国人 那么他说 对于到这些制造武器的这些场所去工作的一些工匠 也必须严加管束 啊 不能够让他们把消息通报给英国人啊 他提出来 对于这些工匠 只准入而不准出 啊 那么也是出一种保密的考虑 那么一山还讲 说即使是我本人 我出入这个火器局 是吧 也不能够随带一人 不能随随便便 我是带着人进去 那么由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一山所讲的防民甚于防寇啊 并不是出于去平衡内忧和外患 是吧 他们之间的一种利害关系 那么这个这个做了这种权衡之后啊 得出来的一个选择啊 那么讲是吧 患不在外而在内啊 他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为了防止汉奸啊 要谨慎从事啊 防止清政府的一些军事秘密啊 被英军的所刺探啊 他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警觉啊 是一种警惕 那么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考虑啊 一山也好 一经也好啊 那么他们才提出并且强调啊 这是他的原话 是防民甚于防寇 此奴才等所谓 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 他说我所讲的是吧 患不在外而在内 防民甚于防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防止有一部分汉奸 把清政府的情报 是吧 刺探清楚了 然后 这个这个泄露给英国人 那么讲的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再联想一下 在鸦片战争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事实 那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我们应该讲说 确确实实有一部分 被英军所收买的汉奸 是吧 那么也有些人是助纣为孽 那么为英国人的对华侵略 提供各种服务 那么这些人 那么很明显 我们可以把它定名 定性为是汉奸 或者叫做奸民 那么对于中国社会内部 出现这些汉奸奸民 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 是吧 指出来有一部分人 是吧 为英军服务成了汉奸 也不是说 污蔑劳动人民的一种什么民族立场 他确确实实 有这么一部分汉奸 那么益山等人提出来 说在鸦片战争期间 有汉奸暗中为英军去通报消息 引导着英军 进犯中国内地 就是益山等人指出这一点 指出这个事实 应该讲没有根本性的错误 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情况的 那么如果说益山的说法 有什么错误的话 那么大概是这样 就是他有的时候 过分的夸大了汉奸的数量 那么过分的强调了汉奸的这种消息作用 如果说错误是这样 而不是说他指出来 有一部分汉奸为英国人来服务 那么在这个鸦片战争结束以后 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 那么在这个南京条约当中 就有一条规定 规定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 对于那些曾经同英国人 有过来往的 以及曾经伺候过英国人的 一些中国人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些汉奸 就是跟英国人有所联系的 那么这部分人 要全然免罪 清政府不能够对他们治罪 这是南京条约当中的 有这么一款的规定 那么他还讲 凡是因为和英国人发生关系 而被清政府监禁的人 也应该呢 要加恩释放 就是对汉奸 不要再治罪了 这是南京条约当中 有这么一款的规定 那么中外条约当中的规定 是一回事 那么清政府的内心 对这个条款的理解 又是一回事情 那么当时清政府是这样认为 清政府讲 他说如果把这些汉奸 和这些右民 奸民 是吧 如果说不加详查 一律免罪 是吧 说这样呢 未免宽众 过分 说你未免呢 对于他太宽容了 那么因此当时清政府就提出来 要求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 要分别情形 对于汉奸 要分几类 他说 这些汉奸大概有这么三类 就是和英国人有关系的 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他说一类 就是有 助逆抗拒官兵 即为向导内应者 寄予叛逆无异 天理难容 必应按律承办 就是有一部分人 直接为英军服务 是吧 甚至里应外合 配合这个英军呢 那么向清军进攻 他说这些人 就是叛逆 国家的叛徒 对于这些人 一定要按律承办 那么这是要严办的 那么这是一类人 那么第二类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其中情罪较轻者 这罪行不是很重 说对于这些人 既不加诸禄 亦应牢固奸进 以度后患 对于这些人 那么可以不杀头 但是一定要把他们关起来 给他判一个 十年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要把他关在监狱里面 免得呢 他跟这个英军呢 继续勾结 危害到清政府的这种安全 这是第二类 那么第三类呢 他说如果查一查 这些人实实在在 是被英军所裹挟 是一种携从 是吧 没有那种匿迹 没有说背叛清王朝 是吧 造成了很大恶劣影响的 这些人 而且呢 这些人呢 平常义无为匪 犯案个情 就是平常这些人呢 都是好人 也不是说那些社会上 那些为匪呀 盗窃呀 是吧 这个违法乱纪这些人 说只有这些人 方准保释 那么也说 清政府他强调 对于从英军有过联系的人 要分成三类 根据他们这个 所犯的罪的这种轻重 影响的大小 分三种情况 分别处理 分别执罪 那么这是清政府 对于南京条约当中 有关 是吧 这个这个 释放汉奸的这个规定的 一种理解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 英国方面多次要求清政府 以一种腾皇的形式 颁布清政府 不对汉奸执罪 那么这个地方 这种腾皇的形式 在这要做一个解释 那么所谓腾皇呢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清朝皇帝 那么在颁布一个诏书的时候 那么受到诏书的人 是吧 他要把皇帝的诏书 用皇纸来腾写 腾写完了之后 是吧 那么张贴到 那么城乡各个地方 那么是 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都能够知道 有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当时英国方面 要求清政府以腾皇的形式 来颁布这个诏书 那么当时清政府 对这问题的理解 和英国人是有所不同的 他们认为 就清政府认为 按照中国的旧制 中国的体制 是吧 只有那些 是吧 大赦 或者是圈免 这个豁免钱粮 那么像这种大的恩赵 那么清政府 才能够以腾皇的形式 来颁布天下 一般的诏书 是不采取这种方式的 那么但是英国人 是要求呢 一定要采取这种 腾皇的这种方法 去布告天下 那么清政府讲 说天朝自有制度 非该以所依智慧 就是说我们 天朝有我们自己的制度 这不是你外国人 可以随意加以干涉的 你不能够随意插嘴 来说三道四 那么这是清政府的 一种处理方式 那么但是当时 在英国人的多次 这种压迫之下 清政府不得不命令 向钦差大臣 伊礼部 浙江巡抚 刘永科等人 以张贴告示的形式 然后去贴 贴出告示 说明清政府 是吧 对于所抓获的一些汉奸 已经遵旨释放了 以后 这个无论是官府 还是老百姓 都不能够再对他们治罪 那么以此呢 来解决中英南京条约当中 所签订的相关条款的 这个条文的一个落实 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在压平战争之后 清政府呢 采取了这么一种 调和的办法 来调和中外矛盾 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由于清政府 没有对汉奸 那么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 或者是这种逞出措施 那么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 那么又有一些人 是吧 最初呢 不过牟利营生 最初呢 是因为呢 是为了自己生存 那么同英国人产生联系了 既则因专利之故 接着 这是由于贸易上的垄断 商业上的垄断 是吧 那么就同外国人联系 暗通外移 挟制官长 那么同外国人 那么又开始发生 这种经济上的联系 甚至发生政治上的联系 那么又向英国人出卖消息 那么这是鸦片战争之后 就南京挑战签计之后 又有一些人 那么同英国人 能发生各种联系 那么当时清政府认为 英国人之所以向清政府 不断提出各种要求 固然是由于英国人的 性本较职 他们性格 他们这种本性 就是很贪婪的 他说 但是呢 如果没有中国的汉奸 从中为他通 通报消息 从中挑唆 那么英国人呢 也不至于 不断的层拨跌浪 是吧 消毒不休 不断的 就提出各种要求 那么因此 清政府 就命令各个地方的 总督巡抚 说要派一些精细大员 精明的人 去暗中查访 说不论是一般的老百姓 还是清军的官员 士兵 如果发现他们 同外国人 有所勾连 有所这种勾结 是吧 那么就要严刑惩办 那么这是清政府呢 在鸦片战争前后 那么他提出来的 要逞出汉奸的 那么一个主要的一种思想 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中外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 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当中 是吧 去清除那些背叛祖国 这个认贼作父的民族外类 那么应该说 都是一种非常正常的 非常必要的一种举措 那么对此人们没有什么必要 对他进行什么这种厚非 对他进行指责 那么清政府对于这个汉奸 分别情形 是吧 给予惩治 那么这个来讲 也应该说是正确的 应该说是 安内与阳外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那么因此呢 这个清政府啊 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啊 那么提出来啊 安内的一个重要内容呢 那么就是要惩处汉奸 那么对于这一点 我认为呢 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批评的 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一种政治举措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 那么最初几年 清朝统治者提出来的 安内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什么呢 是内极民心缓和阶级矛盾 内极民心缓和阶级矛盾 那么关于内极民心的问题 实际上在1842年7月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 山东巡抚叫做梁宝长 他就特别强调了内极民心的这种重要性 提出了内极民心的重要性 那么梁宝长他曾经讲 他说目前 就是鸦片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说现在很多人呢 都在谈论怎么样去战 怎么去守 说这些人呢 很多人都会强调说 用兵不如用民 用清军不如用老百姓 他说但是呢 林氏欲用民力 则必须呢 于平宿先得民心 说事情发生了 你要借用民力 那就必须呢 在平时呢 能够得人心 就是不能够挤来抱佛脚 那么他们讲 他说山东地方 这些老百姓 伺汉而直 伺诈而鱼 说山东老百姓 表面上看很强悍 说但是这些人呢 都是很正直的 很直率的 表面上看很奸诈 实际上这些人很愚 很愚昧 就少心眼 他说呢 只要当地的地方官 平时的时候 你要征收钱粮的时候 能够取民有节 征收钱粮 你不要 征收的非常多 是吧 取民有节 对于平常的 一些辞送案件 发生了盗匪案件 你要勤于去处理 说你只要这样做 是吧 事事已身先 事民事如己事 那么这样的话 老百姓就会交口称赞 说你是个好官 那么老百姓呢 就会对这些官员呢 爱之如父母 那么这样做 那么就可以达到一种 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老百姓和当官的 是吧 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老百姓拥护当官的 是吧 无论你地方上 去劝募 筹办经费 还是组办团练 就可以得到 人民的这种知识 夺绝立办 很快这事情可以办好 那么这是在 1842年7月 山东巡护梁宝长 就提出来 要内洁民心 争取老百姓 对官府的知识 提出这种问题 那么1842年8月20号 那么这就是在中国 鸦片战争 办局已定 南京条约 即将签订 前几天 那么在这个时候 山西道的监察御史 叫做安施 安施给大光皇帝 上的一个奏折当中 他也指出了 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清政府 设立各级官府 是吧 设立各级官员 包括文武的这个官员 军队的士兵 本来呢 是希望他们能够 担负起卫民的责任 保卫人民的责任 他说但是 长期以来 清政府的励志败坏 是吧 卫民者转而害民 本来是应该 保卫人民的 这些官府的官员 军队的士兵 反而去危害人民 卫民者 转而害民 说甚至 兵不缴扣 而缴民 民不畏扣 而卫兵 说甚至什么呢 这当兵的 不去抵抗外国侵略 不去缴灭那些土匪 不去缴扣 而缴杀人民 是吧 民不畏扣 这老百姓啊 不害怕这外国 侵略者 也不害怕这些土匪 是吧 而害怕清军的士兵 是吧 甚至出现了 兵不缴扣 而缴民 民不畏扣 而卫兵 出现了这种情况 他说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此而形成了 官不续民 民不复官的这种可怕局面 当官的 不体恤 不爱护老百姓 老百姓 不依附于官 不服从这个官府 出现了这么一种可怕的情形 他说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如果说外国对中国发动群裂战争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兵民既非一体 何以众志成城的一种情况 当兵和老百姓 不能够团结一致 兵民一体 说这样 怎么能够达到众志成城 抵抗外伍 抵抗这个外伍 怎么能够达到这么一种目的呢 那么有限于此 那么这个安施就提出来 要求清政府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 要考虑到民为邦本的重要性 民为邦本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是国家存在的一个基础 一个根本 民为邦本 那么因此他这提出来 那么清政府要整顿励志 是吧 要缓和阶级矛盾 他说只要清政府去缓和阶级矛盾 整顿励志 是吧 民智继身 民心自顾 老百姓的这种愿望 是吧 这种愿望得到了这种理解 得到了这种实现 是吧 他的心情就舒畅 那么民心自顾 那么老百姓 是吧 一般人民就会把自己的利益 和国家的利益 和清政府的利益呢 把它联合成一个整体 是吧 就叫做民智继身 民心自顾 然后就可以呢 做忠义之器 渡监鬼之盟 必能加字为战 人子为首 老百姓的利益 和官府的利益 那么相一致了 是吧 就可以呢 加字为战 人子为首 就是每个人 是吧 都是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堡垒 说反武赤子 皆干成也 每个普通的人民 都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干 一个主要力量 是吧 是一个钢铁长城 那么也就是说 安师在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注意到了 安内与攘外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初步蒙发了 全民族抵抗外国侵略的 这种思想 那么这是安师和梁宝长 提出来的一些思想 那么对于这种考虑 安内与攘外关系 议论最多的 应该说呢 是史学界 批评很多的这个奇因 那么关于奇因 有关安内与攘外的思想 我们在下一次课当中 我们再详细再加以论述 那么这次课呢 先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